有看我這個頻道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歡做手作 今次就在12元店找到這個DIY Kit 挺有趣的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它這個在日本應該都是賣100日圓一套 有不同的款式 我見到它除了這個雀龍的款式 另外有些是組裝一個店 又或者有一些是銅馬蜂 可以賣一本像童話故事書 但裡面主要都是立體的 它整套都是用一些圖案的封箱 去做一些立體的效果 主要都是用封箱去做一些層次 還有其實做出來的製成品都可以放得比較久 這個DIY Kit 的圖案比較古典封 它裏面的小鳥 都是比較偏向真實的風格 就好像用照片去撿出來的樣子 其實看上去都挺漂亮的 我見到它是Graphics那些做得 它的裝組其實都很簡單 就有一個透明膠袋 暫時未知用來做什麼 但是買回去的時候 就小心不要壓花了那個板 因為它始終是封箱 很容易就會壓花了 開始組裝的時候其實都非常簡單 就找回那個裝含次序的號碼 它會印在組件上面 自己留意一下 我通常會跟那個次序去組裝 會比較簡單一點 其實它這個系列 有一些是給小朋友組裝 這個也是給小朋友的 所以基本上 除了它的組合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難度 是很簡單之外 也有一些位置是給你發揮你的創意 例如那些小鳥的擺位 你可以自己編排的 不過就要小心 因為它那些小鳥的形狀全部都不一樣 有些時候可能你組裝了下去 它又會遮住了後面的排鑊 就可能要花點心思 去想一想它們的擺位 這個DIY Kit 在日本只賣100Yen 香港我就在12元店買的 即是Living Plaza 它這麼便宜 但是有一件事我都很欣賞 就是它全部都是雙面印刷的 所以剛才還沒說那些小鳥的擺位 如果你覺得它的頭向左 好像差一點的話 你可以調轉它 把它向右邊也可以 總之它在雙面印刷 這個其實是非常之好的 大家看到這裡 其實都砌得七七八八 基本上整個型 我都很滿意 因為很漂亮 它那些Graphics 都算是做得很細緻 後來發覺原來 原來那個 沒有一個小膠袋 應該就是用來安裝剩下的小鳥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日本人的設計 真的很貼心 連一些這麼細微的東西 都會照顧到 現在都大致完成了 其實都只是花了 十分鐘多些 就已經組好了 這個真是一個很簡單的小手作 這個雖然是一個玩具套裝 但是我覺得它的製成品實在太漂亮了 真是一個很漂亮的裝飾品 所以我都會把它放在我的書房 或者放在廳裡做裝飾 但是唯一一個不好就是 唯一一個不好就是 當你裝回那個 蓋子 那個門的時候 它上面有一個小門可以打開 但是這個 我就不建議你就這樣打開它 因為很容易會弄懶 如果你想多些看到裡面的小鳥 就可以把蓋子這樣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清楚看到裡面的小鳥 又看到門的畫面 同時也不會弄破一塊風波 所以這樣也挺好的 這段時間也可能有些朋友 還未需要上學或者上班 大家也可以去12元店買來玩一下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下一次再見 拜拜